太扯了 你还没有收到新影片通知吗 赶快订阅 开启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通知哦 比如说歌手的小卡 每张专辑只付一张 而且随机出货 你可能开箱之后打开来 这个团圆我超不喜欢 我这个团圆你谁啊超不熟 怎么办 重新买一张吗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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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音乐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潘苗DJ Media 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 说 说 说 你爱音乐 不得了 现在天气慢慢的开始凉起来 但是这个唱片圈呢 反而是越来越火热啦 越来越多歌手放出 他们要发新专辑的这个消息 Just call me off guard 吓我一大跳 很多人是把今年可能年中啊 或者年初要发新的专辑 因为延期嘛 所以决定还是在今年底以前 赶快把它出掉吧 于是我相信 今年2021年的年末 会是一场腥风鞋雨 会是一场大混战 请大家期待一下 而说 说 说 你爱音乐呢 也在积极地接洽 这个专访的歌手啊 希望这些计划呢 都可以顺利地实现 也让大家期待一下 我们接下来会访问到 谁 会不会是你的偶像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想要先预约一集的 节目内容 因为在10月15号的时候 发行了一件震撼 武林震撼全球的事件 就是爱戴尔 Adel发行了最新的单曲 叫做Easy on Me 这首歌发行造成了 我全IG都在轰动 都在发现动 这首歌曲真是好好听 好顺耳 而且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听到 Adel的歌声了 所以听到这首单曲的时候 我心中真的很支澎湃 据说呢 在11月中旬 11月11号的这个时间呢 Adel会发行她全新的专辑 全新的大碟 那个时候 势必是会有一整集来讨论 来推荐爱戴尔的歌曲 请大家期待一下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这个我可以 今天的主题呢 非常的贴近我的生命 因为我生命之中 就是最爱这样子的音乐组合 它们就是女团 你可能会想说 今天这一集明明是要介绍女团 刚才干嘛提Adel 但是Adel最近那首单曲 真的是霸占我的生活 我一直轮播一直听 好的我会请Adel 先暂时离开我的脑袋之中 今天这一集 我们要介绍的是女团 而且今天会介绍到的女团 都算是新团啦 2019年2020年 开始出道的这些团体 而且也会稍微提到 她们这些女团的特色 不同在哪里 她们所属的这个经纪公司 对她们栽培 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等等的 首先首先要来介绍到的 这一团叫做 AESPA AESPA AESPA是在2020年出道的一个很新的团体 她们是四人组合的一个 应该说她是四人组合吗 因为她们每一个成员都有搭配上一个虚拟的 这个Avatar 就是虚拟的人像的概念啦 所以她们应该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个八人团喔 她们这些虚拟的人像都会出现在MV啊 出现在她们的一些视觉概念之中 让大家更加深这个团体是跨越这个虚拟与现实的一个存在 在2020年底她们一首单曲 Black Mamba出道 Black Mamba就是黑色的 类似大蟒蛇 一种蛇类这样子 MV之中呢也可以看到那只大蛇在窜来窜去 甚至是对镜头咬一下这样 现代的科技真的是太进步了 你在MV之中什么都做得出来 只要你有钱 女团之所以难做就是因为钱的关系 我们之前在访Pink Funk的时候 还有在访一些幕后工作人员的时候 有讲到为什么台湾这么少偶像团体 因为真的是多一个人就要多花一倍的钱 大家真的是仔细去看看这些韩团的MV 一看那个经费就是大手笔 如果你无法分辨一支MV 到底贵不贵的话 请你注意这个歌手或者这个团体 总共换了几套衣服 总共在几种不一样的场景之下 去做这个拍摄 或者是他有用了多少的电脑特效 那些特效看起来是精致还是很鸟 你就可以大致推敲出来 哦这支MV很贵哦 或者哦这支MV好像是比较低一点的价钱啦 大家可以慢慢训练自己的眼睛 到最后呢你看MV 就会看到一大堆钞票在你面前飞来飞去 总而言之透过Black Mamba这首出道单曲 为他们的团体奠下了一个基本的印象 他们是跟虚拟世界有连结的一个真人团体 以及他们有自己的Avatar 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更不用说 更厉害 他的歌名叫做Next Level 这首歌曲虽然在唱的部分其实算很少的比例 没有什么旋律线 但是呢他一直在重复的绕唱 I'm on the next level 你永远都会记住这句Hook 真的是一听连你阿嬷都会唱 而且呢这首歌曲其实最早不是Azpa的歌哦 它最早是在玩命关头之中用到的一首电影插曲 其实很多华语歌曲也是会跟其他的语种 这些创作人去购买他们已经发行过的歌曲的版权 对于大家来讲就会是一首很全新的歌 而且会有很不一样的体验 这种手法其实屡见不鲜 但是Next Level真的选歌选到一个决战 怎么样才能用一首歌曲去呈现Azpa的酷 Azpa的帅 Azpa的中二 等一下 如果听众朋友们有Azpa的粉丝 请不要攻击我 我身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同事呢 唱片工作的同事都觉得Azpa是一个中二的女团 这个中二并不是一个贬义哦 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优势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最近呢近几年越来越多游戏跟这个女团有连结 包含英雄联盟 这个全世界都很爱的游戏 还有我们最爱玩的传说对决 这两个游戏呢都把他们游戏之中 能够操控的这些Avatar 这些角色去组成女团 并且发行正规作品 也是造成了全世界轰动 包含这些什么世界比赛啊 在电竞比赛开始之前这种开幕表演 都会请女团上台演出 虚拟女团哦 就有点像初音未来的概念 但是是多位虚拟人物在台上演出 这样的想法算是很新 而且是科技越来越进步 接下来只会越来越真的事情 也难怪大家会这么喜欢Aspot 跨越虚拟 跨越实体 他们出道作品Black Mamba的MV 在52天之内就破译观看次数 是出道作品破译速度最快的团体 而一讲到Aspot 就不得不提到他们所属的公司 SM 只要提到韩国的商品公司 这个SM的名字一定会跳出来 他们公司呢 也是企图心野心非常的强 他们想要做的是SM宇宙 就有点像漫威宇宙那种概念啦 在旗下的所有歌手呢 他们的单曲 他们新发行的作品里面 一定会提到一个词 叫做匡雅 我不知道我发音有没有很正确 不过呢 这个匡雅就是代表 类似旷野的意思 它是一个新的世界 而且呢 他们都会透过歌手 这个演唱团体里面的团圆的眼睛 去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 在SM的MV之中呢 也常常可以看到那个镜头 会take到歌手的眼睛 然后就穿梭到另外一个画面 另外一个世界 当然呢 在ESPA的歌曲之中 也很常会听到匡雅这个词啊 大家可以仔细去听听看 你喜欢的韩国团体 他们的歌曲 如果你听到那个歌手 有唱到匡雅这个词的话 他就是SM娱乐旗下的艺人啦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 很聪明的行销手法耶 当然这样的概念呢 也延伸到了实体专辑 实体作品的设计哦 在这里提醒大家一点 如果你有买这个韩团的专辑的话 请大家一定要找一个干净的地方去开箱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你打开那个塑胶膜 或你打开那个包装之后 什么东西会掉出来 可能掉一张贴纸啦 小卡啦 裤卡啦 明信片啦 海报啦 歌词本 啪啪啪全部掉出来 如果你没有接好掉在地上 哇 凹了一个洞 撕破了一角 sorry 再去买一张吧 而且唱片公司真的很坏 他们很喜欢在实体专辑里面 加一些随机出货的东西 比如说歌手的小卡 每张专辑只付一张 而且随机出货 你可能开箱之后打开来 这个团员我超不喜欢 或这个团员你谁啊超不熟 怎么办 重新买一张吗 所以唱片公司出这些作品呢 就是要赚钱的 这个话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回到正题哦 这个SM的公司呢 对于框雅这个概念 也融入进了ESPA的实体专辑 前两天我看我同事在开箱 他们的实体专辑就发现 哇 里面的小卡 搭配手机的APP 那个小卡可能只是一张歌手的自拍照 APP一对上去 手机一放上去 它就在我手机里面动起来耶 而且它有附一张类似风景的东西吧 你只要对准你家任何一个空间 然后你打开那个APP 然后就输入那个卡片的内容之类的 就会出现一个虫洞 在手机里面你的家墙壁就出现一个虫洞 重点是 你走得进去 你走得进去耶 那个里面的空间也是设计的 这个视觉非常神秘 非常漂亮 就好像你轻声抵达了框雅 轻声抵达了SM宇宙的感觉 而在这个月呢 ESPA也发行了最新的这个 迷你专辑叫做SAVAGE SAVAGE就是残忍 或者残暴之类的这种意思 那同名的主打歌曲SAVAGE呢 也是非常的令人耳目一新 听起来真的就是动漫感十足啦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支MV 并且搭配它的单曲去聆听哦 这首歌曲算是我听过 数一数二复杂的韩国歌曲 要说我听不懂吗 好像有一点 但是又觉得是不是自己 有点不够流行 或者是自己不够贴近 年轻人的想法 所以我才听不懂呢 所以这首歌曲 大家可以自行去解读 自己去听看看 说不定你就爱上 ESPA这个团体了 接下来要讲到这个女团呢 是DJ我本人非常非常爱的 一个新团 她们的名字叫做 ITZY 我觉得其实近几年 新出道的女团都有一种非常帅 非常酷的特质 甚至是甩开以前 对于女团那种柔弱 可爱甜心的刻板印象 把她们都踢破 把她们都打破 一级我觉得是她们在突破 这样传统框架最明显 而且我觉得最放荡不羁的团体 在2019年出道的一季呢 她们的团员里面有五个人 那这五个人呢 都没有过二十岁 甚至直至今日2021年 她们其中一位团员的年龄 还未成年 是要逼死谁 我都快大一轮了 反正呢 她们的出道作品 Dala Dala 这首歌曲呢 非常完美地阐述 她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 她们在这个女团之中 到底要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定位 我相信去听这首歌 去看这首歌的MV 大家会有很深的 这个很立体的感受啦 再加上有一点 我真的觉得 韩国的公司做得很强 就是在她们的所有MV之中呢 其实YouTube上面 有那种CC字幕对不对 她们会把各种语言上传 任君挑选 你想要用哪一个语言的字幕来看 都可以 可以让世界各地的人 看到这个CC字幕 就了解她歌词的意思 这真的是一个很赞的行销方式 也很温柔的对待 所有不是韩国的听众 更不用说到 一集之后发行的作品 Not Shy 跟Wannabe 我真的觉得JYP 她们所属的公司 叫做JYP 也是一个在韩国 数一数二的公司啦 她们真的非常会选歌 她们选到的歌曲都非常的重 而且非常的抓耳 又不会过于复杂 在Not Shy 跟Wannabe的这个舞蹈之中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一集她们的底子有多么的强 因为这几首歌曲都是我身边很多舞者朋友 会去cover的 会想要去cover的 因为她们真的超难 尤其是Wannabe 那个斗尖舞 之快 那个关节分离之迅速 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cover看看 如果你有一点点舞蹈底子的话 大家在我们上一集的节目之中呢 应该有听到吴卓源本人分享去韩国选秀节目 她觉得韩国的团队非常非常的严格 而且非常非常严肃在看待这个偶像上台这件事情 那JYP这间公司呢 当然也是一样的概念 她们会把一集 她们去上节目 因为韩国有很多音乐类型节目 让歌手上舞台去表演她们的歌曲 尤其是男团女团 她们舞蹈的复制 跟她们现场演唱的功力 都要非常的扎实 在这些节目上面才不会出球 而JYP她们会用的手段是什么呢 非常的严厉哦 她们会在歌手在台上演完之后呢 把这些影像档截图 就截任意一个画面 然后去看大家五个人的动作 有没有都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之上 或者是有没有整齐 大家手臂弯曲的角度一不一样 大家头扭的角度一不一样 你的表情是不是很累 你的表情是不是在微笑等等的 她们都会在意 我想那个演出结束之后的检讨会对一集来讲 应该压力山大 毕竟她们的前辈呢 就是JYP前一个推出的女团 正是火红的TWICE 而一集出道的时候呢 的确也是有一些学姐的光环 学姐的带领 让她们可以获得大家的视野 让大家可以马上就先认识到一集这个团 她们在一开始的这些作品呢 也获得了非常大的回响 也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在9月的时候呢 也就是上个月一集发行 她们首张正规专辑 叫做Crazy in Love 而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呢 叫做Local 不是那个L-O-C-A-L 那个本土Local 是Local 风调的意思啦 L-O-C-O 这首歌曲呢 非常的抓耳 而且她MV非常的澎湃 完全有一个女团 第一张正规专辑的主打歌的 这个气势 在歌曲之中呢 每个人的人生表现都非常的强 而且非常的有记忆点 不会有任何人是模糊的状态 尤其是在整首歌 第二次主歌的时候 突然加入一段 So dangerous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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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gerous 这就对了嘛 你有五个团圆 你应该要发挥五个团圆 不一样的音色啊 有些人很适合假音 有些人很适合说唱 有些人很适合唱那种 很厚实的高音 一起完全就是打中我 让我炉内高潮 也难怪DJ小弟本人 是他们的铁粉 更不用说到他们新专里面的 第二首主打歌曲 叫做Swipe Swipe就是 你滑手机也叫Swipe 他们的MV用了各式各样 TikTok抖音的元素 任何在手机上面影片剪辑 你会用到的技巧啊 你会拍那些网红的影片啊 在Swipe上面都看得到 很明显的就看出来 他们那一首歌 就是奔着冲着这个行销 去发响的一首单曲 那既然以这两年出道的这个女团的身份 一定一级会跟Spa相较 一定会做比较 那对于韩国来讲 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生态 就是音乐节目的奖项 这个奖项是有很多音乐节目 都会颁自己的奖项 而每一个节目在乎的点 都会是不一样的点 但是共通的就是音缘 音缘这件事情呢 就有点像 比如说KKBOX的榜首 或者KKBOX的聆听次数 这都会作为音乐节目 考量他们要如何颁奖的一个大重点 那有些节目可能会融合一些 粉丝投票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评分项目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个音缘 作为一个接在TWICE后面 强势出道的女团 以及在出道的这些单曲啊 Dala Dala,Wannabe,Not Shy 都有获得很好的成绩 但是在第一张正规专辑 Crazy in Love的主打歌 Local的时候 好像成绩就没有那么的好 不像以前那么样的亮眼 有可能是因为Spa也发行了专辑 所以两团在互相竞争 我有听到一些声音在说 一级发行的作品 很强调做自己 我不是那种普通的女生 我不是那种你们看过的女团哦 我们是一个全新的 很有个性的女团 然后他们的曲风都很类似啊 或者是同样的概念 一直丢到市场上 所以我觉得一级好腻哦 身为一级的铁粉呢 DJ在这里警告这些 警告在这里劝诫这些听众 我觉得听众的心态 真的会很复杂啦 你很希望你喜欢的团体 或你很喜欢的歌手 一直唱出你很喜欢的作品 毕竟你第一次爱上他 他就是那样 但是他一成不变的时候 你又希望他转型 而他转型了之后 你可能也不爱 所以到底歌手要怎么办啊 这些是纠结在我心中一个很大的疑问 很大的谜团哦 有的时候听众也是很矛盾的一个存在 包含我自己也是 我不希望 比如说Adel 我不希望Adel变 她抒情的概念 但是我好希望Adel唱一些 EDM的歌曲 但她唱的我可能也会讨厌 反正这么深奥的问题 就留给唱片公司去烦恼吧 超不负责任 接下来要介绍下一团了 在十月初的时候呢 我们很熟悉的一团女团 叫做TWICE 刚才有提到 她们发行了全新的单曲 叫做The Feels 并且公布在十一月中的时候 即将发行她们第三张的正规专辑 对于我来讲呢 TWICE就是一个非常正规的女团 她们唱了无数经典的歌曲 比如说Fancy 比如说Yes or Yes 就是我下辈子投胎 想要成为的女团的形象 就是TWICE好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癖好 算是癖好吗 就是你喜欢一个团体 你会特别喜欢 其中的一位成员 你就是那一位成员的大铁粉 那其他成员呢 就是觉得很厉害很好看 但是不会像你喜欢的那个人 有那么大的涟漪啦 我自己本人呢 是对其他团都没有这样特别的偏执哦 但是对于TWICE 我就是专看子鱼 我就是超爱看子鱼 现在MV她在干嘛 这首歌她跳了什么舞 在这首歌的时候 她有哪些特写 为什么会这么关注子鱼呢 毕竟我也是台南人啦 台南人的资质 是不是都还不错呢 总而言之 The Fails 这首新单曲 作为他们专辑 前一个月发行的歌曲 是一首全英文的单曲 可见他们的野心 要扩展到其他的市场 也在美国进行了 非常多的宣传 甚至在MV概念 我都觉得好像是在 像这个毕业舞会致敬的一种感觉 就美国的高中 不是都会办一些毕业舞会吗 让大家穿得美美的 然后你可以邀请一个男生 或者邀请一个女生 跟你一起去参加这个舞会 共舞 一个年轻感啦 毕竟我们在亚洲 好像没有毕业舞会这个文化 看到这支MV 大家穿的那种舞会的服装 就会觉得 哇 为什么高中毕业典礼 没有办一个舞会呢 而其他专辑的相关资讯呢 都在慢慢地露出 包含他们的一些服装啊 包含他们的一些宣传照片啊 就让我们期待一下 11月中 Twice 又会掀起什么样一个 甜蜜的风暴 真的是听他们的歌 都会有一种粉红泡泡 觉得自己应该要 好好的谈恋爱 而在11月要发行的女团 另外一个非常值得 大家注目的就是 Her H-U-R 他们是从 滴滴五二这个选秀节目 出道的一个女团 后来从黑桃改名成 Her H-U-R 就跟我们之前访问到的 Pink Funk一样 Pink Funk原本是梅花团嘛 那他们出道之后 改叫做Pink Funk 而Her呢 在今年不断地释出新的 视觉新的消息 包含之前的MV 包含八个月之前 发行的Pank Killer的MV 还有前一阵子 Need No More 这首全新单曲的MV 都让人震撼耶 我在看MV的时候 差点哭出来 原来我们也可以做这么高质感的女团 从之前的Pink Funk 在滴滴五二出道之后 看到他们的MV 看到他们的现场演出 看到他们音乐上的表现 真的是跟他们在节目上 一些亲民啊 一些比较恋爱感 国民女生的这种概念 非常契合 而Her的MV 更是把他们的帅 把他们酷 把他们比较躁动的音乐类型 发挥得淋漓尽致 重点是大家要看在MV之中 Her穿的那些衣服 是有时尚感的耶 它不是low的耶 它不是会让你觉得 这个女的怎么穿成这样 然后拍MV 没有素人感 真的是偶像的风范 而且Her在他们的IG公布说 接下来这张专辑呢 会在11月5号跟大家见面 还记得我刚才才讲 Twice要在11月中发专辑吗 真的是直球对决 像我今天讲到的 ASPA跟EG 他们算是一个 比较酷 比较帅的一个代表 那我觉得Her也是 这样子类型的团体 那Twice呢 就是更走近大家 更贴近大家的一个 国民的团体的感觉 如果是你 你会比较喜欢 什么样子状态的女团呢 你喜欢有个性一点 还是你喜欢有很多女性特质 或者你在意MV的品质 或者你在意她穿的服装 对我而言 无论如何 还是音乐作品为最主要 因为所有的视觉概念 所有的任何头钱 成本的部分 都是跟着这个音乐作品 去做发想的 那如果你还没有听过EG 你还没有听过ASPA 你没有听过TWICE Her 你没有听过PINK FUN 是不是要开始点开来 跟我一起堕入 女团的宇宙吧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啦 接下来Her也要出MV啦 希望大家可以多去关注一下 多去了解一下啦 就是做一个引言 做一个带路人 让大家进入 跟我一样喜欢女团的这个境界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请到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 并且评论喔 告诉我 你喜欢我们节目的什么 或者你想要听我介绍 什么样的曲风 什么样的歌手 有更多的节目内容 就等下一周啦 下一周新的一集 跟大家见面 先跟大家say个古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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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